中俄海军第三次联合巡航开始了 根据人民网等央媒的报道 按照中俄两军年度的合作计划 那么两国海军舰艇编队计划是要在太平洋西部和北部相关海域 举行第三次海上联合巡航的 目前这个行动已经开始了 这次中国和俄罗斯海军是各自出动了五艘舰支 那么一共就是十艘海军舰船 已经穿过了北海道跟撒哈林岛之间的中古海峡 已经从日本海驶入俄伯斯克海 并将进入到太平洋地区 中俄海上联合巡航 那是中俄联合战略巡航的一部分 包括海上和空中 就在上个月六月上旬的时候 中俄两军是在日本海东海相关海域 进行了第六次联合的空中战略巡航 那空中和海上相结合 不仅是体现了中俄两国之间的新时代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巩固 而且还提升了两支军队之间的战略协作水平 还有联合作战行动的能力 那么现在这次中俄海军联合战略巡航已经开始了 这呢谈几点认识 第一个叫规模不小 从2021年中俄第一次进行海上联合巡航开始 双方的海上联合编队的规模 就一直保持在十艘舰支这么一个水平 其中呢包括导弹驱逐舰 导弹护卫舰 还有远洋补给舰等等 这么大的一支编队啊 具备非常强的海空作战能力 甚至包括对岸的打击能力 这样的一支编队放在全球任何一个海域啊 都具备非常强的实战与威慑能力 第一个叫规模不小 第二个呢叫区域也不小 2021年中俄第一次海上联合巡航的时候 主要是围绕日本列岛进行的 从日本海穿越津青海峡 进入到日本列岛东部的太平洋海域 然后南下围着日本列岛巡航了一圈 当时啊日本方面啊还非常的紧张 甚至还指责说 这个巡航就是对日本构成了严重危险 其实啊他完全是多想了 中俄海上联合巡航不针对第三方 更不可能把目光行动 只放在日本海海域围着日本列岛 这么小的一点范围那样 所以呢你看2022年去年的联合海上巡航 就已经进入到了太平洋中北部 阿留生群岛了 都接近到美国阿拉斯加附近了 今年目前海上编队已经进入太平洋 应该会走得更远 甚至会进入到白岭海 那它的影响范围就会更大了 第二个叫区域更大 第三个呢叫演习与巡航作战训练相结合 中方这次参加联合巡航的编队啊 就是刚刚完成中俄北部联合2023 联合军演的编队 是同一批兵力 然后呢这支编队是访问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 母港弗拉迪沃斯托克接着现在就是马不停蹄 参加这次联合巡航 也就是说它是将训练演习战备巡航等各种形式啊 有机的组合衔接在了一些啊 可以快速高效的实现平时与战时的转换 同时呢这支编队啊也是走一路啊 练一路不仅是锤炼了我们海军编队 沿阳作战能力也是提高了啊中俄两军之间 尤其是海上建支联合作战的能力 目前啊在西太平洋地区啊 挺热闹的各种演习都很多 尤其是美国人呢搞了好几个 还拉着好多国家就在咱们周边 针对性啊也是不言自语 而中俄这次海上联合巡航 咱们讲啊不针对第三方 但是客观上的确就是展示了中俄的海上力量 展示了维护这个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啊 这一点啊相信包括美国人在内 他们都能够切实的感受到 本帝来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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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own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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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谢谢大家